柯進辦到北檢按鈴提告 對於三立新聞報導 柯朱是否熱線促藍白河 並觸及組閣話題 柯振英強烈否認 國民黨主席跟柯文哲主席 從來沒有在這段時間 通過任何這樣的電話 不可能針對相關的部分 已經去做所謂的朱立倫組閣 這樣子的內容 柯進辦態度強硬 但共黨方面卻欲待曖昧 近日藍白陣營頻頻沒來演去 柯整營自己都放過幾次逢神 然後有沒有真的談過合作嗎 據說是有接觸過 然後結果有喝嗎 這個都是下面 藍白白藍合的空間如何 順其自然 再拖一個月兩個月自然 有時候真的水到渠成 柯文哲本人字字句句 說的希望無限 但要心中的時候 又狂喊說藍白河的是別人 一直喊藍白河的 好像不是台灣民眾吧 所以國民黨當然對這個新聞 他們故意產生的曖昧 我們不曉得它是否有其他的 不同的想法 或者它有其他的目的 沒有辦法針對每一個細節裡面 去證明說這件事情 到底是有或沒有 國民黨中央沒否認 朱科大上線 至於跨黨組閣問題 柯文哲本人老早公開點兵點將 說想好的隔天 據網路媒體報導 清科人士透露 如果柯文哲當選總統 將邀請朱立倫任格魁 而針對柯進辦的提告 三天新聞聲明 七月二十號晚間新聞內容 皆有兩位以上消息來源 可受各界公平 藍白河議題 國內媒體也已報導 柯文哲思考行政院長人選 民眾黨皆未否認 民眾黨也不該雙重標準 柯珠熱線 白說沒有藍不否認 但答案應該沒這麼困難 最近黃心承沙海中 看到